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目最常见是在宗祠上所见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是这一户是大户人家 他们的祠堂是按照周朝所传下来的左召右目字的中华制度排序 也就是他们表示有写招募的这两个字大概都是属于大户人家 例如说南投的管西宗祠 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招募两个字 这表示这个家族是个大家族 他们是按支排备的方法来记录宗法 按支排备记录宗法 他最重要是按照祖先 例如说本目 例如说神主排位 甚至在祭拜的时候也是按照招募次序的排列 那什么叫招募次序排列 招募次序的方法基本上是始祖居中 左边的排位呢 因为过去我们讲古代的中国人 古代的华夏民族他们是上左 也就是以左为尊 所以我们讲左青龙右白虎 左边一定是比较大边 右边是比较小边 大边小边 所以呢因为是左召 以左为尊 以左为尊 所以如果是我们开山主 例如说像宗家的开山主 开山主就放在中间 然后再按照爸爸就放在左边 儿子就放在右边 也就是第四、第二四、第三四、第四四 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世代的排序 他如果是单数的 一、三、五、七、九 这种的世系 他们全部是排在左边 二、四、六、八、十 他全部是排在右边 他的排序方法 那如果是同排的 他是主生的 爺爺跟孙子的关系 如果他同排的 不管是在左边、右边 他是同排的 他同样一个位置 他一定是祖孙的关系 如果相对的位置是父子的关系 相对的位置是父子的关系 所以呢在大家族 在他们祭拜祖先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了 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谁是老四 一看就明白 而且还有一个 这个 男生在东边 女生在西边 他有这样的一个次序 所以这个叫做招募制度 那招募制度呢 他用来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这样做 根据周礼的规定 根据周礼的规定 他说天子立七庙 诸侯立五庙 代夫立三庙 四立一庙 四五庙 什么意思呢 七庙的意思是祖宗 如果你是天子 你可以拜前七世的祖宗 第一世、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第七世 你可以拜七世的祖宗 如果你是诸侯呢 你只能拜五世 拜五庙 就你的祭拜方法只有五庙 就是一二三十五 只能拜五代 如果是代夫呢 立三庙 立三庙就是你 从你上去的只能立三庙 如果是素人 如果是四 只能立一庙 四也就是你只能拜老爸 爷爷都不能祭拜 再立一庙 如果素人 一般老百姓呢 什么庙都不用拜 拜之于寝 只要在寝室里面 对空朝拜一下就可以的 连庙都没有 所以呢 在桌里面的庙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个 神主牌位是个庙 然后呢 祭祀的地方 这个魂牧也是个庙 一个庙有一神嘛 一个庙有一神 但是如果到第八世的时候怎么办 或第九世的时候怎么办 他们的方法是 要把前面 除了祖先牌位 除了元祖不能动之外 其他要慢慢成为祖先的祖先 也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在许多华人系统里面 有一个叫做 我们讲说和儒 和儒的意思就是说 当仙人过世的时候 经过一年 经过一年 他要把他的去世的日期 还有把他的香灰 然后到他的祖宗牌位之前 把两个香灰合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牧主 神主牌位后面 刻上你的名字 这个在华夏民族里面 叫和儒 和儒 台语叫干儒 就是假儒 就把这表示 归位的意思 归位的意思 和儒这种方法 就是招庙制度的遗迹 因为以前 因为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 一到祖宗牌位里面去 这是以前的 这个所谓招牧制度的这种拜法 这个定立招牧制度 最常见是祠堂 例如说 假设我们到金门去 或在大陆很多地方 都有这种祠堂 在祠堂里面 就会可以发现 他的牌位排列方式 一定是始祖摆中间 然后旁边的这些牌位 特别是客家人的系统 就会有这种情形 一定是左招右牧的牌法 在左边一定是单数 13579 一定是这个世系 然后在右边一定是2468 一定是这个世系 但在这个世系里面 如果你有看到 有一个人特别结束 然后他就再把祠堂移到外面去 就成立另外一个祠堂 所以常常一个地方 有两个祠堂 三个祠堂 同一个姓式有两个祠堂 三个祠堂 为什么 因为表示这个家族 非常非常兴旺 这是招牧制度的由来 所以招牧制度 但是周天子之后 这个原来他有严格的规定 但是呢 后来呢 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 但是大家都会记得招牧制度 这时候呢 就变成说 如果是你是有钱的 大户人家 如果你财率非常雄厚 最算一件事兴建祠堂 所以我们到金门去参访的时候 发现在金门人 很多到海外去赚到钱之后 回来第一件事一定是盖公妈厅 也就是一定要建祠堂 为什么建祠堂 表示你财力雄厚 所以呢 就是有些人赚到钱之后 他第一件事就建祠堂 所以祠堂越大 公谢越多 表示这个家族越兴旺 他能够容纳的祖先越多 他的祖先排位就越多 如果呢 不兴旺的呢 他大概只有几个排位 可能只有他比他早一倍的 或者是早两倍 就这样子而已 更前面没有了 那这个呢 也是招募制度 也是招募制度 所以我这种排列的方式 出现了一个特点 也就是越有钱的人 他的祖先排位越多 低位越高的人 他的祖先排位越多 相反的低位越低的 越没钱的人 他祖中排位就越少 至于说平民呢 连祖中排位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桌里里面讲的 素人啊 就在请示里 用手拜一拜就可以了 不要想说庙这些问题 因为你没有钱嘛 你没有钱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一四祖 一四祖 通常在左边 二四祖 二四祖 三四祖 那一四祖中间那个叫十祖 或者叫元祖 或者元祖 所以呢 因为我们很多 汉人是很多移民 所以如果你的 假设你的一四祖 就是你的元祖 那你可能是二四六八 变成在左 变成在左 二四六八 三五七九 就可能在右 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形 但是通常我们中间的那个部分 通常拜什么 拜历代祖中排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汉人的 华夏民族的这个公妈厅 他前面的神主排位 都会写说 例如说姓宗的 宗室立室祖先的排位 就放到哪里 那表示元祖 然后再一次二四 再这样排下来 通常是这种排法 通常是这种排法 那这种排法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周朝是这个狄章子制度 周朝是狄章子制度 所以狄章子制度 这种排法 它可以防止凶船地 可以避免以凶船地 可以避免地底夺权 可以防止这件事情 那为 昭的意思 为什么左边是昭 因为古人相信 太阳是从左边升上来的 所以昭代表太阳 木是代表傍晚 木代表傍晚 就是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是木 所以通常昭为东 木为西 所以这招木制度 所以这个招就是代表农边 代表招有名义 木在虎边 木代表什么 收获 所以为什么用招 用木呢 因为跟日出有关 跟日出日落有关 古代呢 日出为招 日落为木 所以叫招木制度 所以东边为招 西边为木 所以如果是说一般的 拜拜 一般的跟长辈拜年 男生站一边 女生站一边 不要站错边 男生站左边 女生站右边 因为左朝右暮 这是周朝礼法制度 周朝礼法制度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周朝礼法制度 有个特词 这个特词说 如果凶传帝 就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帝位 哥哥传给弟弟 这些你就发现 弟弟没办法排 所以当他排在祖宗排位 根据左朝右暮的规则 两个兄弟当皇帝 在祠堂当中 只能立一个人的名字 也就是说 即使你夺到皇位的时候 也没有用 也没有 所以招木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 在周朝的世系里面 就有一个兄中弟级 例如说周朝王 周朝王是西周皇帝 第四代 康王后面第四代 周朝王传给周牧王 牧王之后贡王 贡王之后传给义王 义王之后传给义王 但是这里头 有一个叫周朝王 没有在里面 为什么周朝王没有在里面 因为周朝王是贡王的弟弟 贡王把地位传给他的弟弟 周朝王 周朝王去世后 又把地位传回给贡王的儿子 叫义王 但是贡王跟孝王 他们都是在同一边 根据招木制度不能这样排 降排就违背离法 所以呢 在周朝的中法制度里面 只有 只有 少了一个天使 只有周贡王 但是没有周孝王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以兄弟相传 所以因为这个制度里头 你就会发现问题 如果弟弟要夺权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各个这一系断绝 断世 没有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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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必须要从 您禁制的兄弟里面去找个继承人 找个继承人 那这个方法就可以保证 第一章子制度一直传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朝的时候 明武宗武后 明武宗武后呢 他选择了嘉庆帝 嘉恩帝认为自己不是武宗的后代 所以他一直要把他的老爸抬出来 所以当然会引起国家大乱 也就是招木制度呢 他有几个用意的 第一个可以保证 敌章子制度能够一直传下去 第二个他可以防止 庞系的兄弟出来夺位 第三个他可以让这个家族呢 知道了这个备份的重要性 备份的重要性 所以呢 这个招木制度呢 慢慢的就形成排备份 我们常讲论之排备 论之排备这个成语 就是来自于招木制度 在很多家族里面 他会有排备份 排备份那个书呢 就叫做招木师 那招木师呢 通常是从论理里面 或者是从这个道德经里面 从经历里面找出字 这一次呢 通常是五个字一句 五个字一句 五个字一句 有时候是七字一句 七字一句 那备份就按照这个排 备份就按照排 这个备份按照排 如果这个备份 排完了之后怎么办 就有当时排完之后呢 就有呢 排完的那个 找到一些非常有学问的 大家去研究 研究完了 排出个备份 排出个备份之后呢 然后在祖先排位之前 来请示审名 这个备份行不行 如果这样行的话 就继续再排 就继续再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呢 写备份要用红字 所以呢 这个招木书 排备份的这个书籍 大部分都是写在 写在这个红色的 红色春年词上面 比较多啦 比较多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非常特别的 华夏民族的制度 叫招木制度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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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